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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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不敢說因為那是高所得 可是 有效稅率 所得稅除以當期的損益 我們的上市櫃公司有總共大概1700家左右 裡面就14家 上市櫃公司的有效稅率是0 各位 你剛才 一直講 我們最近的官員一直講 主席長每次來跟其他公司都說 我們今年GDP多少多少 第一季8點多 這樣賺錢賺到這樣 油洗一洗 賺到油結果 他腳數叫0 這個我們壽星階級看的 喔 這樣真的無謂 然後呢 然後 從0開始 10到 第50名 第50名 交多少 第50家的 第50家交5.7到5.8而已啊 部長 為什麼 為什麼造成這樣 這樣子 結果有些稅率是人 跟委員報告 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 這個當期損利 是財報上的當期損利 那麼跟我們稅務會計上面的當期損利是有所差別的 第二個 就是說 盈利事業今年如果賺錢 不一定是永遠都賺錢 所以他按照現行守得稅法的規定 如果他過去10年有損失 如果過去他10年有損失的話 他可以用 從前10年的損失來抵制 部長你核心思想沒有講出來 原來 蘇建榮部長是學者出身 剛來這裡做部長 好 肩膀很硬 你知道嗎 很堅持 部長做過 就軟了 你知道嗎 官僚味道就出來了 完全聽行政院的 好 很簡單嘛 我們來看 這個 就是因為太多的獎勵嘛 太多的免稅嘛 產產條例 免稅10年 生計條例免稅10年 然後 剛通過的 這個 文獎條例 一點奧巴分離課稅 10年 這個東西就是會這樣子 老百姓就會看說 你 公司都這裡 這裡 這裡撿 那裡撿 所以台灣型的 這些所得分配啊 你聽我講完 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 我現在就請教你一個 現在 已經要會馬上就發鼓勵 去年的資料 你印象中 印象中 我們 現金鼓勵第一名的發多少錢 你跟他講 現金鼓勵知道嗎 我沒有名字喔 我就是要有金額 你說每股嗎 蛤 每一股嗎還是怎麼樣 人 人啊 你報稅也報稅也 現金鼓勵啊 我記得那時候幾年前 我們在討論 補充保衛的時候 我看到第一名 我不知道他是誰啦 不知道 因為這個東西 財政部長不會講 但是我看到了 第一名 三四十億現金鼓勵耶 現金鼓勵就三四十億了 不是三四十億了 三四十億了 然後前十名的都是十億 現金以上 你知道嗎 所以 你就會發現到 這個 這個 哇 經濟成長一直上來 一直上來 結果頻率差距越來越嚴重 我要強調這一點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想 第一個啦 我要說明的就是 雖然 過去 在兩歲合一的時候 那麼公司所得稅 可以抵這個個人重要所得稅 可是從107年開始 我們已經把兩歲合一取消了 公司所繳的營利稅所得稅 不能抵股 股東個人綜合所得稅 這個 這個一點 我必須說明的 第二個 我們也同時把營利稅的稅率 從107%提高到20% 這個不是沒有 這個不是減稅啊 這不是減稅 那所以相關的這個稅率的這個措施 就是一個綜合性的調整 那你把外媛媛營業已經這樣了 怎麼沒有 那是衛媛媛營業已經這樣了 有這樣有這樣 有這樣 有這樣你不要跟你說 你叫 要聽啊 要給你看啊 你跟你說你的 不可以這樣 沒有 那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衛媛媛營業我們希望他能夠再活字 今天你這樣子扯扯不完 我現在是告訴你這個現象 五月請你注意 部長 我不要再聽你細節 我就是強調 我就是拜託你 一天當部長 你就是財政部長 財政部長 你是財政部長 肩膀要硬 人家任何的部分要跟你要減稅 你一定第一個站出來說 NO 你先告訴我 財化法 38秒之一寫得很清楚 任何減稅跟減稅支出 一定要告訴錢從什麼地方來 錢從什麼地方來 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結果就是 富者越富啊 窮者越窮 部長 如果你肩膀不夠硬 你就讓台灣的社會 極度的distortion 極度被扭曲 我跟你講啊 你回去當教授的時候 你去學生幫你批出他們 真的是啊 好不好你請我來吧 我們請一下主計長還有副審計長好不好 好主計長跟副審計長 兩位長官啊 一百零九年的政策宣導會 每一年將近二十億啊 副審計長你知道啊 比例有多少 他一定廣告嘛 政府的政策瓦站都瓦站 這個執政怎麼做 這個 老百姓沒有意見 在電視燈廣告 在報紙燈廣告 在廣播燈廣告 大家都沒有意見 大家有意見的是 你在網路燈廣告 這裡面 就會有1450 現在變成升級為1550的裡面在裡面 然後 還有更惡劣的是 他沒有編率算 他就動資 最有名的 排行榜前三名 第一名 二九九九九零 二九九零 他另外還一個 榮業特別收入基金 一千零四十三萬 加起來四千多萬 所以榮委會這裡就 不是1450啦 四千起跳啦 交通部兩千多萬 發生事故了 還要變150的宣傳會 救死人給他救死人 行政院 五百多萬 這大部分我看啦 這個大部分就是定義民在用的啊 五百多萬 要做梗圖做網軍 你要做網路去 講政策 多瓦戰多瓦戰 政府政策 讓老百姓知道 我也沒有意見 我們有意見的是 掛羊頭賣狗肉 我拿了 政府說 政策宣導 我去做梗圖 去攻擊在野黨 我們有意見在這裡啊 副審議長 這地方都查不 報告審議長 報告委員 我們根據大院的決議 在有去查這個 一百零九年度 中央機關的整個政令宣導的辦理情形 齁 那其實在 整整個政策面的制度面部分跟 執行面確實有一部分缺失啦 那尤其 缺失嘛 什麼缺失 什麼缺失 我大概簡單 因為篇幅比較大齁 大概簡單報告 欸 什麼缺失 第一個主要在 目前在 機關裡面齁 對政令宣導部分 沒有專屬的 預算的科目跟定義 沒有科目定義 所以就會有掛羊頭賣狗肉嘛 這些 表面是政策的宣導 實質 就是 去 網軍 從1450變成 1550 趙少剛說的 他靠氣啊 現在是upgrade到4000啦 現代版的農委會 4000萬 4000 從1450 upgrade到4000 不是150 我們就漲得沒 這麼多 對不對 還有主機長 你先別說 我時間到 你 我這樣跟 你講而已 他沒有編率預算 為什麼可以動手 你告訴我們 神機長 不是 啊主機長為什麼可以動手 好跟你講 你看你很想講 他在一定的規定之下 某些經費啊 我知道啦 這我也背給你聽啦 有些稅入可以 沒有用完的可以移到別的地方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這會弄災啦齁 稅率 稅出啦 稅出 對啦 稅出啦 這會弄災啦 多少 沒有用完可以用到別的地方 這是按照規定 對吧 業務需要 有需要 誰來核定 你告訴我誰來核定 要跟你補我 要不要告訴你 要不要跟你報告 他在夠單位的預算 他就說符合預算法的規定 要不要跟你報告 不用嘛 所以你不知道嘛 護神記長 好好查這一條啦 什麼叫政策宣導 這裡面 假借政策宣導 實質上去做的 就是見不得人的 攻擊在野黨的網軍 你如果是執政黨用他的錢 來攻擊在野黨 沒有話講 但是你用政府的錢 政府的錢 然後 來 罵在野黨 這個我們不能接受 最後一題再請教 我 我再一分鐘了 請教那個蘇部長 我覺得很簡單的一句話 兩位請回 我剛才特意讓你休息一下 所以我先休息一下 現在官股 換官股都有 這個勞工董事嘛對不對 都有都有 他的子公司 換官股 你現在只有金控嘛 底下譬如說 證券啦 銀行 可以不可以達到一定規模 也給他勞工董事 因為 勞動節剛過嘛 讓勞工 讓勞工多參與 勞工參與的話 資訊可以透明 他的子公司的一些勾當 就會減少 我這樣子的建議 我這樣子的主張 你同意嗎 這個部分我可能要進一步了解 是不是請國務署署長來說明 好 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做到 因為這個 我們 第一層的大概都有 但是第二層的話 可能還是要看他們股東的結構 還有他們 董事會裡面 能夠 我剛剛已經提到了嘛 第二層達到一定的規模 當然 他要有工會啦齁 他有工 譬如說台營證券 台營證券他有工會 規模不要太小 太小的 獨立那個勞工董事意義不大啦 一定要有一定的規模 所以 大致上 我查過 沒有法律規定不可以啦 現在往這個方向走 是沒有規定不可以 但是也沒有規定說 因為目前對 所以我們來 政策 就你們來定啊 我們我等一下會有提案啦 喔 請這個財政部好幾思考方向一下 為了讓 真的 不要讓政治力紀錄太多 最好的方式就是資訊透明 最好的方式就是 讓勞工也參與董事會裡面 這是一個趨勢潮流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請審發會委員質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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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